今天是我决定开始录抗议日记的第一天 为什么选择从今天开始记录呢 因为今天对我对所有LSE的学生来说 应该是比较特别的一天吧 因为学校在下午的时候发了邮件 告知我们所有的课都改成网课的形式 今天晚上我还去了一趟超市 我逛了一圈之后发现 超市里面的一些比较容易囤放的东西 的货架都已经被搬空了 我今天打算去学校图书馆换书 然后呢就顺便去一下 中国城那边囤一些米面油之类的口粮 所以就顺便记录一下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吧 虽然下周才开始全面推薦网课 但是今天学校里的人真的已经很少很少 平时这里基本都坐满的人 今天还是星期五 但是人流量明显就已经少了很多 前面就是我们学校的书馆 以前这条路基本上是人满为患的 然后两边的餐厅也都是排队要排到外面 现在我们就剩下一些本地的和外国的游客 这个是一家华人超爱的川菜馆已经暂时歇业了 以前特别火的几家糖水铺子来茶店什么的 现在基本上也满可罗雀了 这两天下来呢我就发现一方面戴口罩的本地人确实不多 但是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来还是因为他们也已经买不到口罩了 另一方面呢他们其实也在疯狂的囤货 这是学校附近的一座还算比较大的商区烤纹和花园 但是可以看到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戴口罩 即使是在人流比较密集的地方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